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2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我们这一期说的是塔利班的一场惊天杀戮 三名中国人遇难其中包含了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的 在芯片设计领域颇有名气的美籍华人 但一名中国退役的武警却枪下逃生 视频及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娱乐圈当真是真的地震了 本以为吴亦凡风波过去之后 网络上又能重新恢复平静 毕竟事情有了结局 但没有想到张哲瀚 霍孙等人又接连翻车 让娱乐圈开始风起云涌 果不其然就在26日一夜之间 又有多位明星翻车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 成名已久的赵薇 她的翻车太突然了 因为突然 所以充满猜测 有人觉得赵薇是因为之前的种种劣迹 全部被揪出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处罚决定 但是在网上曝光的消息中 有一条消息却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该爆料人称 吴亦凡进去之后 总共共出47人 现在最先翻车的当属赵薇 除她之外还有46人之多 而且这些人主要涉及金圈 包括不少导演 赵薇这个级别 还只是其中比较小的存在 这个消息足以轻掉众人的眼球 目前赵薇本人并没有对此进行发声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人仿佛消失了一样 但现实中发生的却真真切切 搜索还珠格格一 还珠格格二 情深深与萌萌 画皮 虎妈猫爸等作品的百度百科 简介里已删除了赵薇的名字 腾讯视频下架了前两部 还珠格格 情深深与萌萌等作品 爱奇艺搜索赵薇的关联作品 仅有播放源为搜狐视频的西洋天使 优酷搜索赵薇时显示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结果位于显示 赵薇的微博超话也已经显示不存在 至于被调查的言语 网友推测可能是因为张哲瀚出事之后 牵涉到了赵薇 新账旧账一起算 因为赵薇算是他的现任老板 当然有更多的爆料 说吴亦凡被捕后 以全盘拖出 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牵连 其中就有赵薇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根本不意外 难怪网友感叹 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能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了 整个圈子里的复杂程度可以说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除了赵薇被封之外 热心的网友还发现 林心如在中国的工作室已经注销 加上此前已经闹出税务事件遭狠罚 销声匿迹的翻兵逼 昔日还珠格格三姐妹已经全部消失 除了赵薇 网友发现 大家都发现 紫薇林心如的工作室已经以决意解散为理由 将企业状态变更为注销 林心如本人也没有就此番举动做任何解释 再加上早在2018年就发生逃税风波的精索范冰冰 令无数网友感叹 原来容默默才是火眼金睛 之前有关部门表示要严查娱乐圈发起清朗行动 没想到本次清朗如此彻底迅速 截至目前网友发现 不仅仅是赵薇 霍尊 郑爽 高晓松 在微博的超话圈都已被关闭 相关作品都已经下架 现在有更多的加拿大人认为 低利率实际上是房价上涨的原因 Zoomcast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80.5%的受访者认为 低利率正推动房价的上涨 而今年2月时只有32.8%的人有这种想法 此外47%的受访者认为 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提高了购房者的负担能力 能被问到是什么阻碍了受访者买房时 78%的受访者认为是买不起房 70%的受访者认为是相信 市场对卖家非常有利 以及不愿意参与竞购站 此外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所开始开放 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办公室 那些寻求买房的人不再追求家庭办公空间 调查结果称 43%的受访者将办公空间列为住宅的理想特征 这比例比解封之前下降了16% Zoomcast的调查报告指出 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校和经济封锁 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时期 当人们在居家令下留在室内时 家的概念不仅仅是我们头顶上的屋顶 还扩展到了工作场所 学校 锻炼空间和娱乐中心 这推动了前所未有的销售和价格增长 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的数据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 全国销售量飙升了235% 推动平均房价上涨了44% 封闭生活方式下出现新的购买趋势 比如对家庭办公空间 绿色空间和送货服务的渴望 越来越多的人远程工作 小城市和乡镇的住房需求激增 然而现在加拿大各地的封锁措施已经基本解除 显示这些由疫情驱动的趋势开始转向 7月CREA的数据显示 销量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且房价环比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买方的紧迫感明显减弱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开放 加拿大人对房地产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该机构对1400多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 以了解他们在解封后对理想的住宅特征 住房负担能力和在家工作的偏好 调查称 加拿大人更可能感到 郊区和小城镇的房价上涨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 77.2%的受访者表示同意 比2021年2月增加了25.4% 为了在疫情期间帮助刺紧国民经济 加拿大央行一直将借贷成本 保持在创纪录的低水平0.25% 这导致贷款机构提高了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 调查显示 加拿大人越来越不认同现在的低借贷成本 使得买房更容易 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 低抵押贷款利率正在推高房价 80.5%的人表示同意 而7.4%的人表示不同意 总体而言 38.1%的受访者认为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影响了他们的购房意愿 随着全国平均房价已升至60万元以上 潜在购房者需要有越来越高的收入才有能力竞争 调查显示 想买房的人当中50%的家庭收入超过10万円 这些人中20%的人的收入在16万元以上 日本政府8月26日宣布暂停使用163万剂莫德纳疫苗 因为该国发现了一批莫德纳疫苗中含有污染物 怀疑是一种金属颗粒 消息一出 8月27日莫德纳股价紧急下跌近2%至392.56美元 近期莫德纳疫苗日本经销商武田制药 在将疫苗发送到863个疫苗接种中心一周多后 接到部分药品污染的报告 因此日本政府8月26日宣布暂停使用163万剂莫德纳疫苗 与此同时 日本公共广播公司NHK在8月26日发布一份报告 报告中援引消显示的话说 目前疫苗中发现的颗粒会与磁铁产生反应 因此被怀疑是一种金属 综合日媒报道 厚劳省指出 自8月中旬起 在东京 祁域 滋城 艾芝 祁埔等地 共8个大型的接种所中 在39平批号为3004667的莫德纳疫苗中发现异物 但都是在未开封前就发现 因此未接种 另有两批号分别为3004734以及3004956的疫苗 也是同批制造 在7月下旬开始配送到863个接种场所 据悉 目前整个日本有176000剂疫苗已被施打 不过 厚生劳动省指出 因为新冠疫苗是肌肉注射 因此不会有血管堵塞的风险 对健康损害也不大 同时公布同批制造的三个批号 强调会尽速查明原因 以免再发生类似的状况 目前也确实没有传出民众因注射该疫苗 而感到身体不适的消息 随后 莫德纳公司将颗粒描述为微粒物质 并表示不会造成安全性或有效性的任何问题 据悉 莫德纳疫苗美国以外市场的产品 由西班牙制药公司Rovie负责分装 该公司也在事件发生后加以回复 表示污染可能是由于分装过程中 生产线的问题造成的 公司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在调查 期间无法透露更多信息 日本方面表示 暂停部分批次的莫德纳疫苗 只是一种预防措施 并不影响莫德纳其他批次疫苗的正常接种 污染物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定 但27日上午 加拿大卫生部则已经批准了 对12至17岁的加拿大儿童 使用莫德纳的COVID-19疫苗 临近开学 Delta变种在未接种人群中肆虐 到目前为止 莫德纳疫苗只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群 而辉瑞的mRNA疫苗 在今年5月已经获得批准 适用于12岁及以上儿童 加拿大的离离子电池定价集体诉讼 让枫叶国的人民有机会能领一笔小钱 如果消费者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 购买了带有离离子电池的电子设备 那么快去领钱吧 申请者甚至无需出示收据凭证 即可以获得现金 贝斯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集体诉讼声称 几家离离子电池制造商一起合谋固定价格 导致在加拿大销售的电子产品价格上涨 最终诉讼达成的和解总额为2130万元 使用离离子电池的产品包括 手提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电子书阅读器 mp3播放器 好了 以上是本期搞完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